德国之声电台网站8月15号博导 15号是印度独立纪念日 总理莫迪当天发表演说 称印度已经准备好迎接任何挑战 与此同时 这位民族主义者也提出了要在2022年实现印度梦 在中印边境问题僵持不下 对峙危险升级的背景下 印度迎来了独立70周年纪念日 不过在独立日讲话中 莫迪避免点名中国 而将关注点集中在克什米尔党问题上 克什米尔问题由来已久 是印巴数十年冲突的最前沿 报道称 莫迪面向成千上万民众发表讲话 称安全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并表示针对任何从事对我国不利行动者 印度都有能力保卫自己 无论是海上还是边境 无论是网络还是太空 在所有的领域我们都足够强大 欢迎关注参考消息微信 专享会员福利 获取独家资讯